海贼王漫画1071画的内容已经更新 一起来看一下本画当中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 漫画最开始的镜头给到了前几画中一路飞奔的大雄 他本人在飞行过程中直接撞到了红土大陆的墙地上 周围的贵族居民们看到忽然出现的大雄后一脸吃惊 紧接着贵族居民四处逃窜的同时海军的广播也已经响起 他们告知给贵族居民们要求他们立马撤离现场 并且尽可能地远离这个天王人的努力 之后镜头来到弹头岛这边 CP0接管之前是控制权后将贝加庞克等人团团包围 自读期询问陆奇贝加庞克有四皇保护究竟该怎么办 陆奇则一脸认真地说到他压根就没把草帽小子当作四皇看待 与此同时处于云层上方的贝加庞克也整装待发准备逃跑 他的几个分身则音要不要和CP0战斗的问题一直吵得不可开销 这时候贝加庞克本人忽然想起来了莫名躺枪的战逃完 之后他本人立马为其莫挨了三秒多钟 一方的毕达格拉斯说早上还有另外一个伙伴 我们可以叫他来帮我们打败CP0 一方的艾迪生赶忙劝阻说如若那家伙加入到我们这边的话 那么他一定会没有住所并且还会被世界政府追杀 正当两人讨论的该不该让这个神秘人帮忙之时 贝加庞克本人已经拨通电话并把事情的经过给对方讲了一遍 神秘人表示说自己会听从贝加庞克命令完成保护他的任务 听到对方答应保护自己的小命后贝加庞克立马松了一口气 之后他本人便回头告知给草帽团成员们立马准备撤离现场 紧接着镜头来到另外一个研究所的内部 波尼还在因为贝加庞克改造他父亲的事情怒情难平 就在陆飞紧随其后的时候弹头岛忽然传来了警报声 警报声的内容就是弹头岛的自动防御系统已经全部解除 贝加庞克的分身们听到这一消息后一脸疑惑 而后CP0们听到这个消息后也是一头雾水 他们感觉这很有可能是贝加庞克引诱敌人的陷阱 为了探寻到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 CP0成员们跑到云层上方开始观察起来了上面的一举一动 卡库发现桑林号后立马听从陆席命令对桑林号忽然发起攻击 这时候刚睡醒的锁龙随手挥舞剑机抵消了卡库的攻击 卡库头冒乱汗的同时贝加庞克分身们也知晓了打斗的事情 他们通过直播大屏幕观看两人正在战斗后准备随时前去支援 紧接着陆飞等人成功会合的同时波林又和贝加庞克闹了起来 两人一个躲闪一个追赶逐渐远离了草帽海贼团等人 紧接着镜头来到新世界的某片海域当中 记得露脸并准备和他的小伙伴们一起前往埃尔巴夫 另外在海军本部714支部这边 卡库忽然驾驶着自己的军舰来到了这里 贝尔梅伯看到卡库老前辈后立马哭着说个笔被黑胡子给抓走了 紧接着卡库便准备带着贝尔梅伯前往空潮岛营救自己的爱徒 简单了解完漫画内容后 我们立马来聊一聊本话当中关注度最高的几个问题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陆琪的 很多观众都不明白陆琪的嘴为什么像是用了铁块一样 明明一下子都没碰到草帽陆飞 但他却嘴硬说他根本没把草帽陆飞当四皇看淡 对于这一问题归根结底还是陆飞玩海贼过家家游戏所导致的 陆飞和陆琪零零碎碎打了大概两话 陆琪虽然一下都没有打中草帽陆飞 但是战斗结束后陆琪本人满血满蓝的同时 他还顺便伤了陆飞的两个临时队影 并且还从对方手中抢足过来四个池天使的控制权 两面上陆飞获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 但实则他在某方面却输得一塌糊涂 这种情况换算到游戏当中的话就相当于是对方自称国服第一 你和对方PK的时候虽然你的技能怎么都打不中对方 但是PK结束后你发现自己不仅满血满蓝 而且还比对方多补了两个小兵外甲比对方多出来了四件装备 这时候感觉自己胜利的你自然不会认可对方的国服第一称号 不然陆飞嘴硬完全就是陆飞一手造型的 如若陆飞都带上几秒钟时间把陆飞的胳膊给卸掉的话 那么缺胳膊短腿的陆飞自然也就嘴硬不起来了 紧接着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贝加庞克的 很多人都好奇留在岛上愿意帮助贝加庞克的神秘人究竟是谁 根据此人帮助贝加庞克后会遭到世界政府攻击可以得出 此人的身份大概率不是海贼而是海军 而后从伟田老师连电话虫的具体样貌都不让观众看可以得出 此人大概率是以前登场过的角色 虽然表面剧情貌似都在指向这个神秘人是大家所熟悉的角色 但也不排除神秘人和大赫以及绿牛一样是故弄玄虚的新角色 比如大赫初次登场戴着面具并且还说自己认识草帽鲁飞之时 你立马以为这个角色以前肯定登场过故而开始细致的分析猜测 结果对方摘下面具后你才发现对方竟然是一个全新的角色 在比如绿牛初次亮相露出黑影并且说他三年不吃饭的时候 这时候的你又以为对方是以前登场过的某个角色故而开始认真分析时 对方露面后你再次发现自己猜了半天对方竟然是一张全新的面孔 故而现如今的这个神秘人依然有很大概率是一个从未露过面的全新角色 紧接着下一个问题和最近几话的迷惑剧情有关 有观众觉得曹茂海贼团加倍加旁克的话明明可以完全碾压CP0 为什么伟田老师却强行让主角等人逃跑并且还让神秘人来解决CP0 简而言之的话就是伟田老师故意再给主角团制造困难 比如最开始的时候明明陆飞可以秒杀机械鲨鱼 但他必须得被机械鲨鱼打入到大海当中从而生死未备 明明陆飞可以秒杀陆琪让其昏迷至少一个月时间 但颤抖完毕后陆琪必须满血满蓝 火防队友必须倒地不起并且还得把这件事的控制圈全部交给对方 虽说陆飞多花费不到一分钟时间就可彻底消灭CP0 又或是贝加庞哥本人花费不到一分钟时间就可夺回池天使 但是不到一分钟时间就把危机给解决了显然有点太过于顺利 不而为了让危机赶实时刻刻都伴随在草帽海贼团身边 贝加庞哥立马找理由说尽量不要和CP0产生冲突 因为他们的目的和目标是逃离这座岛屿 但是逃离岛屿的话又必须的和CP0战斗 不而在这危机四伏的局面中贝加庞哥只能看出神秘人前来帮忙 表面剧情说是怕和CP0产生冲突 从而等到海军大将以及复作军舰 但实则陆飞认真战斗的话不到一分钟时间CP0就会全部倒在地上 他们一伙人在大将或是军舰到来之前的话早就跑得没影了 虽然剧情前前后后有点矛盾 但也可以看出伟田老师不想让陆飞尽快通关副本 因为如若陆飞认真的话估计不到两话内容就可通关弹头到天章 故而为了和让陆飞尽快通关地区想方设法制造各种困难 根据这一点我们不妨大胆地推测说 之后的剧情大概率是贝加庞克等人明明可以马上逃跑 但是因为玻璃的干扰最终贝加庞克又在战头道拖延了一段时间 紧接着下一个问题和贝加庞克以及索隆有关 问题一贝加庞克到底算不算是好人 问题二索隆和卡库战斗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关于问题一可以简单回忆一下贝加庞克的过往经历 比如他为了研究资金直接去绝龙并和世界政府合作 为了逃命直接到德绑架战陶湾让其背叛世界政府 发现战逃完被CP0打败后直接抛下其不管不顾 之后为了逃命再次命令神秘人让其进行断后工作 对于神秘人之后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他本人也是非常清楚 但是为了自己逃命他根本不会去管其他人的生死 简而言之贝加庞克虽然不是什么坏人 但他也绝非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大好人 关于问题二爷可简单回忆一下索隆和卡库的初次见面 你会发现这场面和陆飞对战斗集的情况简直一模一样 就是伟田老师为了对阵强行搞得对阵剧情 最后就是观众最为关心的塔普是否会陨落的问题 大部分人都觉得塔普很有可能会死在黑胡子手中从而给路飞上愤怒吧 这一点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海贼王中要想彻彻底底凉凉一个人实在是太难了 尤其是这种身份剧情和主角有所关联的角色 关于海贼王中角色是否会走向凉凉的道路是一门非常复杂的问题 下一期整理好思路后 我们再详细说一说塔普为何不会心意凉凉的问题 好了本期的胡扯内容就是这些 我是阿金 我们下期再见